另外天團五月天去年被中國網友質疑 在上海的演唱會上部分歌曲假唱 經過六個月相關的調查 結果終於出爐 中國上海文旅局回應 五月天並沒有假唱的問題 還了阿信清白 但五月天才剛洗刷了假唱冤屈 現在又被中國粉絲開嗆 說演唱會退票的條款有問題 五月天去年傳出疑似假唱風波後 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演唱會證明實例 11號中國上海文旅局也還給五月天清白 表示他們每一場都有派人員在現場監管 沒發現任何違法行為 對於五月天建立的每個音源 我都經過了認真的審核 如果我收到的音源是經過造假 或者說是我自己進行了造假 那你們放心 當時上熱搜的第二天 我就會被發現 而最初指控五月天假唱的中國音樂網紅 則馬上發影片 稱官方監督執法有問題 表示自己用自製的軟體鑑定的結果沒有錯 但卻慘遭網友炮轟 只是好不容易挺過風波的五月天 現在卻陷入退票爭議 而且現在大賣也沒有出 這個訂單還沒有出現真實的商品呢 你就說不能退 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五月天接下來要在北京連開十場演唱會 但中國粉絲卻控訴 購票制度問題多 不只鉴賞期超短才三天 投訴後主辦方只說 退款條例有明文規定 但明細寫的超級小 明細被擋部分網友怒嗆 根本是刻意騙人 更有粉絲因為骨折拿出醫療證明想要退票 主辦方卻說不符合規定不能退 就讓粉絲直呼不合理 粉絲們打爆相關單位電話要主辦方給個交代 近日五月天的演唱會真的是命運多傳節奏的喔 1 2 4 5 4